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系列影响中国经济的重大事件 首先 中国9月通胀未达市场预期 尽管当局持续放松货币政策 通胀压力却似乎依然存在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增长乏力 让人不禁担忧未来的经济走向 接下来 世界银行针对中国经济放缓发出了警告 预测到2025年增长将下降至4.3% 这不仅影响中国 对整个东亚地区都将造成潜在冲击 因此 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务之急 唯有如此 才能在全球经济变化中保持竞争力 此外 中国的反贪腐运动正在金融界引发震荡 前中国人寿保险董事长李全英涉嫌挪用公款和贿赂被捕 这是对金融行业腐败现象的又一次重击 随着更多高层官员面临法律制裁 中国的金融体系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些事件对中国及全球市场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网报今天的特别节目将聚焦三个重要的经济新闻 首先 中国9月份通货膨胀率未达市场预期 尽管货币政策有所放松 其次世界银行发出警告中国经济放缓可能加剧 东亚面临压力 最后中国金融界的反腐运动再次引发关注 前保险高管应涉嫌贪腐被捕 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 9月份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同比增长仅0.4% 低于市场预期的0.7% 也低于8月份的0.6% 尽管食品价格上涨显著特别是蔬菜和猪肉价格分别大幅上升22.9%和16.2% 但这并未能带动整体通胀率的显著增长 相反 家电 住房租金和汽车价格的下降对整体通胀产生了抑制作用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 由于在国外市场面临高额关税价格同比下降6.9% 这种通胀增长放缓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去年的基数较高 加之经济整体放缓 劳动力市场疲软和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消费者支出意愿减弱 从数据来看 自去年3月以来 中国CPI增长一直徘徊在零附近 市场对通缩压力和需求疲弱的担忧持续存在 同时 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连续24个月下滑 9月份同比下降2.8% 表明工业领域需求依然疲软 这种经济环境为中国央行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 最近 中国央行下调了7天逆回购利率 并降低了按揭贷款利率 同时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向市场注入了大规模流动性 这些措施旨在刺激经济增长 政府还承诺通过超出预期的财政计划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并稳定房地产市场 然而具体财政刺激方案仍需最高立法机构的批准 另一方面来自胡佛研究所的报道 引述了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警告 指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降 到2025年 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降至4.3% 低于2024年的4.8% 这种放缓趋势不仅会影响中国 也会对整个东亚籍太平洋地区造成压力 尤其是对那些依赖中国市场的经济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 结构性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需要在经济结构上进行调整 增强内需 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以保持全球竞争力 同时 全球贸易格局和人工智能的普及 也对东亚经济构成挑战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 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压力 许多企业被迫重新思考经营模式 以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变化 最后我们关注到中国金融行业的反腐风暴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人寿保险前 董事长李全因涉嫌贪腐被捕 他被指控严重违反党纪并滥用职权 参与权钱交易和其他非法金融活动 李全的案件是中国金融反贪腐行动的一部分 在过去几年中 多名高层金融官员因类似指控被查处 反腐运动的决心和力度 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整顿金融秩序方面的坚定态度 这些事件的共同背景 是全球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中国 尽管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和改革措施 但其效果如何仍需时间检验 而从全球角度看 中国经济的动向对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都有深远影响 因此各国政府和企业都需未雨绸缪 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挑战 这就是我们今天华尔街网报的特别节目 关注中国经济及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同时也提醒我们 面对挑战时 改革和创新始终是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关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仍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财政刺激和制度改革来提振经济 毕竟中国的经济韧性来自于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庞大的内需市场 只要政策得当 增长潜力依然 不过 有趣的是 这种情况也让我们想起了明朝的万历皇帝 经济面临困难 却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你这样说有点太乐观了吧 中国的经济挑战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 就像你提到的明朝 万历中后期的经济困境不也一样没能彻底解决吗 世界银行的警告可不是闹着玩的 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很可能加剧 东亚其他国家也将受到波及 依赖结构性改革和短期刺激措施可能只是缓兵之计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竞争 你说的没错 全球经济格局和科技进步确实是挑战 但中国历史上也常常面对类似的变化并最终成功适应 就像大唐时期面对开元盛世后期的各种难题 通过改革和开放 唐代还是维持了数十年的繁荣 现代中国同样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政策灵活性 与此同时 反贪腐行动的深入推进也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是的 反贪腐确实是必要的 毕竟腐败严重损害经济的公平和效率 但问题在于 在经济压力下 反贪腐行动是否会导致企业和官员过于谨慎 反而阻碍了经济活力的释放 毕竟无论是唐代还是其他朝代 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中国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而不是仅依赖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的复杂问题 反贪腐的确需要注意分寸 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 这有助于提升经济活力 就像宋代的王安石变法 尽管有争议 但其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 当前的中国有着更加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和全球化的视野 这将有助于其在面临挑战时找到合适的改革策略 中国未来的经济道路虽然充满挑战 但也有着无限的机遇 你的乐观情绪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但也要看到 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王安石变法最终也因反对声浪过大而被终止 现实是 中国需要在短期内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长期则需要重塑自己的经济结构 这两者都不是容易的任务 未来不仅需要政策上的调整 更重要的是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这不仅是中国的考验 也是全球的挑战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